首先出场的是张三 那么他觉得我们的项目挺不错 并且大三经常的会提取我们新Push上去的提交 那这种情况张三就可以使用GitClone 去把我们的版本库克隆一份到自己的设备上 先打开项目的页面 然后在右边栏上面 你可以找到项目的一个远程版本库的地址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然后张三打开了自己的一个命令行的工具 那么这里我还是用自己的电脑当成一个道具吧 先回到桌面 然后输入GitClone 后面加上这个远程的版本库的地址 注意这里如果执行现在命令的话 会在桌面上创建一个跟版本库同名的一个目录 也就是这个Movietalk 想自己去定义这个目录的名称的话 那么在后面我们可以加上一个目录的名称 这里我们可以加上一个Movietalk下话签章 然后回撤 这样都会把克隆以后的版本库 放在Movietalk下话签章这个目录的下面 这个时候我们又修改了这个项目 并且把提交又推送到了远程版本库的上面 我们可以先把身份从张三切换过来 然后再去修改一下项目 进入到新的项目 Movietalk 修改一个地方 比如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这个Humans.txt 再提交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提交呢 推送到远程的版本库的上面 输入Git Push Origin Conger Master 回撤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远程的版本库里面 也会包含刚才的这个提交 但是呢 张三并不知道这个新的提交 他需要呢 去做一个Fetch 去提取一下 在下面的视频里 我们再去一起看一下 怎么样使用GitFetch